早安 我現在要趕去上過年前的最後一堂課 今天要去的主人家裡面有養了三隻貓咪 然後三隻貓咪個別都有一些主人想要了解的問題 現在要走去主人家 因為這時間不太好停車只能停比較遠一點然後再走過去 然後妳都會怎麼把它撿妳就會把它抱過來 抱過來然後我是趁他想睡覺有個幾隻 可是還是很多隻還沒撿 然後只要去動物醫院他就乖乖的讓人家撿 可是他們已經讓妳撿啦 他會讓我撿 對就是我說他累累的時候 很難撿他會縮 妳能夠撿到一隻 就一隻就好了 不要一次把它撿完 撿了一兩隻之後我會給他臨時 重點是說過程當中 妳如果有讓他感覺到妳是在抓他 那他是不是覺得 本來他有點累累昏昏沉沉 還搞不太清楚的時候 他願意讓妳撿啊 反正他現在累 好像平常我們沒有要幫他撿指甲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也是會去摸他或是抱他嗎 我們只是要摸摸妳 那如果剛好就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正在抱的時候 又可以撿到一隻偷偷的撿 這樣就好了 他們都體型都不大耶 都小小隻的 那為什麼胃太多 晚餐是會有罐頭這樣子 一天就是會有兩次這邊會掉食物 然後他們是會馬上吃完的那種份量 大概兩分鐘完食 兩分鐘完食 妳是不是有說其中有一隻是會搶食物 是他 是他 對他都會吃完搶別人 一個不注意他就跑去吃了 兩份給他 有時候會跑先去吃 Leggy的 然後再跑回來吃他的 Leggy就沒得吃了 他不會固定在他自己的衛生機前面吃 因為 如果真的很餓的話 有食物的需求的話 那他們就不會管 他們可能就會速度很快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 他每一次可能吃東西都很急 或者是吃完自己的 又去吃其他貓咪的 他的行為裡面 這樣子一直在反映說他還吃不夠啊 他就是一直在找食物啊 對,你給他的份量他吃完了嘛 然後他又再去尋求其他的 就代表他這個東西吃不飽 我們既然都有餵食器 那就很方便 我們就把它定五次 然後每一次的份量就差不多固定 你一次掉出來 你可以讓我看一下大概是多少 很少耶 一天只有一次喔 很少 因為你其實越限制的話 那如果貓咪他本來就需要那個量 他就會再要啊 他就是吃不夠 多貓家庭的話 我會建議你永遠食物 是準備超過他們需要吃的量 就是讓他們一直都有充足的食物 可以自由取用 不要是剛剛好的 因為有的時候他這種吃不飽 他會有一些不太明顯的衝突 你有時候看到他們突然之間炒起來 或者是那種打起來 貓咪是單獨的獵人 也就是說貓咪沒有辦法共同狩獵一隻獵物 現在這隻貓已經目標到了 你就會看到通常來說 旁邊的貓會退到一邊去 不是不是因為他的視角裡面 他只是目標到的獵物 他不是故意要去弄它 可是你看這兩隻就會被搞得很不爽 所以其實你這樣子的遊戲玩法 有的時候是在家裡 一直製造很多的對立跟衝突 就是不小心你害他又弄到他 所以他就會一直對新來的貓印象都不好 他會很需要有自己的空間範圍 帶新的貓回來的話 其實要很了解這一件事情 他會一直去目標到 然後就會去抓 旁邊的貓就被他惹到很不爽 我看那個他就是抓魚 他應該會很開心 所以你也有去讓他有其他分散的東西很重要 他是很容易目標到這兩隻貓的 是不是穿上去他就會突然之間趴著 包起來 垂下來 我們就先不要 那一看就是難度比較高的對不對 因為你要套過他的頭之外 還要繞過他的手 再穿到後面 就會他是一個那個過程 跟他的那個步驟會比較多一點 第一次帶他回來的時候 是你第一次養貓嗎 他是你第一隻貓 就算你的家人 我們的伴侶或者是朋友 即便我們的關係很好 我們可以很親密 可是他還是他呀 跟貓相處就有點像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們可以關係很好 可是不代表我要控制你 他還是可以有他自己的喜好 他有他自己的時間分配 他有他自己要安排的活動 你可以幫他把他需要的東西準備好 這已經是給他最大的幫助 跟你讓他在這個家裡過得最幸福的方式 我們的出發點當然是為他好嘛 所以有時候主人都會想要剪指甲呀 想要幫他梳毛 或是刷牙這類的這樣 可是你要從貓咪的視角去看待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我們要去斟酌 不是說都不要做 可是我們要做的話 你的基礎就是 你得先讓貓咪願意 他必須要先認識 或者是足夠了解 或是足夠信任你 大家的想法可能會覺得說 他現在還小 要趕快教 不然以後就會來不及了 可是我後來會在上課的時候 去修正這樣的觀念 你剛帶一隻貓回家說 你先不要煩他 你先讓他好好的在家裡 可以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就好了 我們先要去理解 就是貓咪他的需求是什麼 你給他最好的愛的方式 就是去滿足到他的需要 他的需要可能 根本不是什麼剪指甲 我的貓會破壞家具 我的貓會咬我的手跟甲 可是這樣子在貓咪的視角裡面 他並不是在攻擊你 對他來說 他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需求 他需要打獵 他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出口 即便家裡沒有獵物了 可是他就會轉移到一些 其實根本不是他本性應該要發揮的地方 然後人也會很困擾 就是你幹嘛沒事來弄我啊這樣 可是貓也很困擾 就是你在家裡也沒東西讓我玩了 正在忙的時候 他就會不理解幹嘛把我抓起來 一下子騰空了 他不懂啊 我就想要抱他 我知道大家都會很想要抱貓 可是就因為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必須要先培養很多的 可以讓貓咪跟我們越來越親近 一定要有這個過程 所以其實你在日常相處當中 是慢慢的建立這個信任度 這也就是為了未來我們可以跟他更親近 然後他願意讓我們這樣子抱他 如果他都還沒有那麼願意的時候 我們先不要勉強他 擁抱這件事情是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我們是一種傳遞愛的方式 可是這不是貓的邏輯 要讓他能夠接受這件事情 你要用他的邏輯來讓他接受 你看像他他就跟你很親密 你根本不用叫他他就不請自來了 你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一定不是你強迫出來的 他因為喜歡你他自然就會願意 所以我們在做的並不是 要做什麼訓練 我要先做的是讓貓喜歡我 你要先建立很多的 他對你的印象就是 來了好事 來了沒怎樣 沒有壓力然後偶爾又有好事 先是這樣以後 只白剪一根還好好的沒事 你就放下來 可是大家就是 剪了一根可以了 然後兩根三根 然後第四根的時候他就 他感覺不對了 他要走 他明明已經願意了 你就是挑他願意的時候剪就好啦 不願意的趕快讓他走 他現在要去忙了 他稍微反映一下 你就願意尊重他的這個條件之下 等一下又再返回了不是嗎 對他們常常有的時候 就是那個當下那一瞬間 他當下要做什麼 你不能阻止他 就是他需要有自己的掌控感 他不能被規定 不是說什麼你叫我幾點吃飯 我就要幾點吃飯 我現在沒有要吃你給我我不要 然後很多主人看到就是覺得 都挑食吃兩口就走了 貓咪有他自己的順序 當下餓了我當然就去吃 然後我等一下沒有餓了 我吃夠了我就會離開 你可能會覺得是為他好 但我覺得其實這是人下意識的 一種想要掌控 你變成是一直在控制他 必須要符合我的期望 他我就是必須要背神 不然我怕他跑掉 有背神是正確的啊 就是你還是要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可是他就是一直叫一直叫 因為還不熟悉很正常 因為他都不會是一次完成的 你理解嗎 會很擔心 就是他這樣是不是他不喜歡 對阿 我就想說他不喜歡是不是 他要當宅男每天在一起 這種貓本來就是活在外面的 如果你把那樣子習慣外面的那個環境的貓 你突然把他抓回家 他是不是也一直叫 所以那裡適應了 全部都標記了我熟悉的氣味 你突然把貓咪移動到 沒有他熟悉的氣味的地方 貓咪會有的反應就是那樣 所以其實不是室內跟室外的問題 而是就是改變新環境的問題 是不是我好想吃那一罐凍蓋 好好想 因為我也把他蓋子關起來 你看過有一些家裡養多貓的主人 他們會用那種一個餐桌 然後就是一排的玩嘛 對啊 中間我要弄一個 隔板 你說像疫情期間 沒有像那個什麼 一蘭拉麵 一蘭拉麵 拉麵那個 把它隔開 然後他吃完之後就會變老 好有禮貌的客人 他們就坐下午 我就把東西放給他們吃 他們就開始吃 通常來說那樣子聚在一起吃飯的方式 會讓貓咪比較有壓力 要解決的不是貓咪搶食的問題喔 要解決的就是貓咪食物不足的問題 飢餓啊 他就是快點給我吃 因為搶了就可以快點吃到啊 對 我們是不是常常拿在手上 然後他一搶我們不小心掉在地上 就一直讓他吃到 對 你現在是要讓他是 根本不用搶 是我食物一拿出來 食物就擺了 一二三 關於搶食這個問題 其實沒什麼好訓練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把貓餵飽 這兩個有點太近了 就等於還是我剛剛講的問題 他是同一個餐桌上面吃飯 在等啊 對 你看他多餓 他一直在那一看 他真的餓很久了耶 好那他是不是就只能等 他搶不到他就只能等別人吃完啊 他的那個位置器我沒開 這個食物至關重要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一直導致他們 有太多太多衝突了 他如果再繼續餓下去 以後就是三個猛獸 三個一起搶 你要挑就是貓咪可接受的狀態 他去做就會順利 而且他就會累積比較好的經驗 好可憐 或是有些貓咪他真的 也許過去有一些不好的經驗 或是他本來真的就非常討厭水 這種我們就不勉強 我可能就會換一個方式 比如說你可以拿獅子巾 或者是有一些市售的一些產品 其實都是可以幫他 用擦拭的方式 對 你允許讓貓咪是開心的 不要強迫為原則 但有很多東西都有替代的做法 人為的洗澡貓咪比較不喜歡 他不能理解這件事 你可能認為你在幫他洗乾淨 可是貓咪會覺得 你把他身上的熟悉的氣味 都洗掉了 他等一下還會在自己再洗一遍 會被關起來 這個過程通常都會不太開心 他被限制在這個狹小的範圍內 會讓貓咪很有壓力 然後再來就是通常貓咪不喜歡身上被用濕 你看他剛剛是不是進去 雖然他很好奇 可是他有時候手這樣稍微輕輕碰 碰到一點點水 他們就會這樣 對對對 然後就甩手這樣 就會想要把它弄乾淨 大家看到的結果就是討厭洗澡 可是其實貓咪在討厭的是 我剛剛上述所有的這些事 還有就是延伸到討厭剪指甲也一樣 他不是討厭剪指甲 因為他甚至不知道剪指甲是什麼 他討厭的一樣是討厭被爆 討厭被抓 他把手刀弄得很開心 不錯 他把手刀弄出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